我们今天慕名去的这家店 听说有非常好吃的鸭脖 外周黑鸭的我马不停蹄的要来尝一下 那就是这一家啦 位于Mountain View的花溪王店里的鸭师傅 店面不是很大 室内可能就五六桌的样子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 没有什么人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点外卖 二话不多说 先来一份鸭脖和鸭爪尝尝 店里还配有手套 这样吃起来不会弄脏手 盖子一打开就有扑鼻的香味 光是看着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要知道上次吃鸭脖 还要追溯到之前从西雅图开车 去温哥华的时候去的周黑鸭了 虽然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国内的连锁店 只是同名而已 每次回来的时候过加拿大边境 我们车里都是一股子周黑鸭鸭脖的味道 好了 我已经开始啃食鸭脖了 鸭师傅的鸭脖非常的入味 麻辣中带点五香和甜味 我之前在国内吃的周黑鸭 通常都是很辣的那种 吃到五个左右 我就开启了撕哈模式 鸭师傅的鸭脖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辣 但是又很有滋味 我觉得它的辣度非常适合我这种养生新人 又可以体会鸭脖的美味 又不用那么的辣 听说店里的老北京酸奶也很赞 今天也来尝一尝 吃完鸭脖再嗦哈一口酸奶 他们家的酸奶是那种没有那么甜 也没有那么浓稠 确实如传说中的味道很好 来来来 再来试试这个鸭爪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吃卤鸭爪 本来觉得鸭爪上也没有什么肉 有什么好吃的 结果一吃真的好上头 我感觉鸭爪比鸭脖还要更入味 可能是因为鸭皮更容易入味吧 好了好了你不会以为我们午饭就是干啃鸭脖吧 那么接下来主食来喽 花西王家的米粉 我这碗是砂锅肥肠米粉 叶哥这一碗是牛杂米粉 我的那一碗料很足 超级多肥肠在里面 我点的是中辣 也是很养生了 其实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肥肠粉是什么味道了 当时因为啃了太多鸭脖鸭爪满嘴都是鸭脖的味道 吃得我很上头 下次我准备再试试店里其他的卤味 猪耳朵什么的 之后可以找个周末 存个剧本沙的局 点上一些卤味和酸奶 哈哈快乐又回来了 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订阅哦 下期见拜拜 拜拜